弟弟烧了两天两夜 哥哥烧了一天一夜 退烧药不降温 孩子还会吐 结果出来了 都是假流 但是问题来了 没有药 一个省级服务保健院没有药 假流形势真的很严峻 中共口中的假流疫情 已经席卷全国近一个月 在武汉 山东等地 部分学校再度停课 与此同时 发着门诊爆满 药品短缺 抗原试剂脱销等现象 也在各地轮番上演 西安多个核酸检测厅 新增了假以流的检测服务 哎呀 一听这个有点慌 不知道您会不会和我一样 有这种感觉 贼害怕张盒子们卷土重来 再整点什么幺蛾子什么的 关键是呢 就算做出来了是假流 这个奥斯塔维您目前买得上吗 3月15日 此条西安多个核酸亭和检测假流 冲上热搜 引发民众担忧 当局是否又在变相割韭菜 我跟你说 不是西安这一个城市 大连也有 你看 大连那个中心医院说是277 那个挺有意思啊 它是好像是假流 再加上这个什么新冠 就三个一起来检 好像贵一点 那么这接下来一桩桩一件件 是不是又似曾相识啊 假流以流不是新病种 新冠能解封 为什么假流来了又搞一波检测 是不是接下来就该有人打配合 那就不知道了 比如学校要求必须做检测 比如餐厅要求必须试阴性 比如去请假必须要出具检测报告 比如机关单位商场公园 要求必须符合要求才能进入 还是熟悉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王彦桥雄斌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